男人主动上菜 只为今夜一起为爱鼓掌 怎料下一秒却被女人急速叫停 无奈之下 男人只能用小电影慰藉小弟 这对夫妻生活非常不和谐的夫妻 已经结婚三年了 次次都是半路熄火 但好在感情坚固 可这也不是长久之事 毕竟阿哲作为一个欲望超强的男人 次次都让手来接荡的话 不仅体验感不好 还会害了小弟 于是他趁老婆不注意 偷偷联系了著名性感女治疗师 我 朋友 他跟他太太很久 那个 算了 阿哲实在是不好意思说出口 所以草草结束了咨询 只是他的离开 并没有让治疗师张嘉诚感到意外 因为信这种事情 好多人还是难以启齿的 作为一个专业的治疗师 嘉诚坚信他们早晚会再次光顾 只是在坚信之前 嘉诚还需要做些自媒体 先去普及这些知识 然后再来一些实战演练 只为将自己打造成医术最高的治疗师 手轻轻地放下来 我们停留一个呼吸 下一个吸气 这天 正在图书馆上班的孙青梅 突然听到周遭传来一些异想 走近之后才发现 原来是有人在空放张嘉诚的视频 而且还伴随着阵阵教授 于是急忙上前劝评 只是劝了客人 同事却在一边也看了起来 作为一个永远不敢也不会鼓掌的女 轻语尴尬至极 大山我问你哦 男生跟女生做的时候 是不是看不出来女生假高潮 有问题 你好像问错了呢 不对 我重问 男生跟男生做的时候需要假高潮吗 这个问题直接把大山问无语了 想要感情好 装一装是必须的呀 一旁的轻语 好像受到了触动 晚上回家后 又发现自己在阿哲面前 已经比不过游戏了 于是立马化身小猫咪 窝在阿哲身边 你不是饿吗 我先吃 你才过来 你不是我饿了 嗯 而且 本来今天晚上想说 要跟你一起 吃饭 秒懂的阿哲 立马扔下了游戏 准备今晚饱餐一顿 奈何早醒了 油也抹了 只差摩擦生热狂欢时 心里无法接受的轻语 还是喊了暂停 阿哲知道这对他来说 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所以并没有生气 只是轻语半夜醒来 发现身边无人时才知道 原来阿哲每次都只能趁自己睡着 偷偷靠小电影发泄 这一刻 他的心里愧疚不已 于是之后的日子里 轻语开始烧香拜托 自己鼓励完自己 就频繁地邀请阿哲吃饭 结果依旧是次次西湖 害怕这样下去 感情会被消耗完的他 主动来到了医院检查 结果却被告知 自己的身体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全是心理上的一些障碍 并为他推荐了一个治疗师 轻语直接就找了过来 只是到了才发现 原来治疗师竟是自己的同学 当大至极的他 转身就要离开 却被家臣死死地拽住 就算免费也要帮他治疗 我看得出来你很厉害 而且我相信 一定有很多人来找你治疗 对吧 还好啦 那如果今天我换一个治疗师 对你应该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其实影响还是蛮大的 由于业绩不佳 家臣正在面临撤资的问题 所以轻语他必须要留下 于是他暖心地劝着他 夫妻之间 性和爱是很难分开的 性有问题 感情一定会有问题 所以我希望你可以给彼此一个机会 好好处理 不然的话 你们夫妻之间的问题会越来越大 就在轻语犹豫不决时 阿哲已经被客人看上了 并且正在不惜一切代价勾引他 之后就麻烦你了 不麻烦 没事 我今天只是过来打身招 约送 面对如此性感的女傅国 阿哲会把持不住吗 阿哲 留在身上的口印 有戏掉吗 难道阿哲真的出轨了吗 白天才被重逢的高中同学暗示 晚上就偷看到了这条短信 轻语的心里五味杂陈 第二天 就连工作都心不在焉起来 一想到他真的出轨 甚至把所有的错都怪在了自己身上 难道像我这样的人 就真的活该被绿吗 就在轻语对自己产生怀疑时 嘉诚又找了过来 还帮他处理了一个难缠的客户 但这份帮助 并没有获得轻语的任务 因为在他看来 处理这种客户不应该来应当 只要听他发发牢骚事情就过去 你这样讲才是真的不对好吗 在那边假装没事 你以为你讨厌的事情 就会这样自动销售吗 怎么可能 你到底要干嘛啦 我其实 是爱拜托你来帮我 嘉诚开诚不公道 因为老板嫌弃自己的业绩太少 又三天两头被客户投诉 所以急需轻语的帮助 明明自己很认真 只是不懂为什么却没人懂自己 看他如此伤心 轻语一边安慰他 一边不解地请教道 为什么一定要是自己 我知道 在学校的时候你不喜欢我 但是我不讨厌你 在高中时期 两个人就是性格完全不相同的存在 但又有一种特别的等级 总会忍不住想靠近 如今再次相遇 肯定是有原因的 听完他的解释 轻语同意了成为他的客户 顿时加成开心不已 回去之后 还学会了用客户喜欢的方式进行治疗 满意度不仅有了显度的提高 线上咨询也多了起 往下一点 是这样 我是一个有老婆的人 但我最近发现我好像 对其他人有一些其他的想法 我想先说啊 就算夫妻之间的感情很好 你对别人有遐想 那是很正常的 是吗 但阿哲还是觉得很有罪恶感 很烦很闷 加成则是建议她 立刻去跟另一半坦白好好谈一谈 要不然这就会成为一个毛路 被说到心里的阿哲 顿时豁然开了 并预约了加成下一次的咨询时间 此时结束了线上的加成 又迎来了线下的轻语 只是刚开始 轻语有些不敢开口 所以加成就选择了更柔和的方式 让她先从跟丈夫如何认识了解 轻语回忆起来 五年前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 如书馆同事非要去唱歌 就在电梯即将关上时 阿哲冲了盾来 怎料刚进来电梯就故障了 你还好吗 有人吗 听得到吗 来救我们 可以来救我们吗 胆小的阿哲 让她有了保护欲 这也是轻语第一次 跟一个陌生人在狭小的空间里 却不觉得尴尬 所以在安抚阿哲的时候 两人就像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般 一起狂嗨了起来 出来之后 很快就冒出了爱情的质押 没多久两人就结婚了 她对我 还有我妈 都很好 直到 我 我怀疑她有外遇 有迹象吗 可能是我想太多了 毕竟 我没有证据 你觉得她会吗 她如果外遇 我应该跟她自教吗 你为什么会这么问 可能是我造成的吧 轻语不敢说出口 嘉诚也看出了她的为难 所以直接结束了治疗 只是在她走后 看着她的病例 嘉诚知道想治好她并不容易 此时回到家的轻语 看着突然不打电动 却干起家务的阿哲 心里不由地猜忌起来 轻语直接开门见山 询问阿哲为什么今天怪怪的 其实我有很多话想的时候 但不知道从哪边开始 那我先问吧 最近到底是谁 一直在传简讯给你 还有阳台的衣服 为什么会有口红印 那半夜的你回谁简讯 你知道 我最近真的很困扰 你都看不出来吗 看着她吃醋的样子 阿哲突然笑出了声 然后主动解释着一切 原来深夜发短信的女人 是公司的客户 口红是因为她主动靠过来 不小心弄上她 更诡异的是 在健身房也能碰到她 自己想躲都躲不掉 她是好个个表姑 但我不知道她是一个 侵略性这么强的表姑 我不掉也要躲啊 有有有有 真的 我真的有躲得远远的 我一把推开了 然后亮出了自己的婚戒 因为这个女人造成的困扰 阿哲表示已经把她 推给了别的设计师 所以现在自己只为老婆服 就在两人刚刚和好时 岳母却突然推门而入 然后气喘吁吁地坐了下来 表示刚和小男友忙完 爽 母亲如此奔放 自己却一次都不行 星宇也是惊呆了 性婚姻真的会长久吗 清宇因为身体的缺陷 丈夫没完只能温柔地抱着她 这让身为老婆的清宇 很是愧疚 为什么自己就不能像妈妈一样 可以跟任何人玩水管 几天前 妈妈刚甩了一个 小自己二十岁的男人 还跑来家里炫耀 一旁的清宇都觉得妈妈太自私了 只因人家主动求婚 就立马斩断这层关系 还用最渣的方式结束这一切 就算是亲妈 清宇也接受不了 一旁的阿哲 见母女俩的火药味越来越重 连忙在中间当起何事了 可清宇的这团怒气 根本就消不下去 因为她不明白 为什么妈妈为了自己快乐 可以去伤害别人 可以转眼 又会因为对妈妈太凶了 而难以入眠 阿哲用自己的方式安慰着她 虽然清宇暂时没了情绪 可下一秒 阿哲的行为 又让她愧疚不已 如果因为自己 而让丈夫陷入无形的婚姻 是不是也太自私了 第二天 正在上班的清宇 突然接待了一位不速之客 她就是妈妈刚甩的男友小勇 小勇今天来的目的 是想让清宇帮忙传话 希望女友能给自己一个机会 也希望她能给自己一个机会 关于两人之间的各种问题 小勇表示 自己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清宇被她的真诚感动了 于是一回到办公室 就请同事帮自己约位置 准备和妈妈好好谈谈 可到了晚上 清宇刚踏进饭店 就撞见了妈妈正在大火炒饭 顿时无语至极 等她完事之后 清宇的怒气再也无法忍 刚刚又是谁 为什么随随便便一个陌生女都可以 妈妈一肯没酒入堵 直接转移了话题 早已习惯的清宇 只好直奔主题 小勇她人还不错 你应该好聚好散 我是为你好 我是怕你将来会后悔 是小勇叫你来跟我说 不要跟她分手的 妈妈一眼就识破了 今天约会的目的 于是明确地告诉了清宇 每个人都有底线 自己的底线就是下半辈子没有结婚 所以做的任何决定 也都不会有任何怨言 这句话瞬间激怒了清宇 这让她想起妈妈不顾自己 就选择跟爸爸离婚 之后又交了一堆哥哥 逼里舒服这些人 既然你不想跟他们长久 就不要让他们闯入我的世子 妈妈意识到了 自己的行为伤害到了清宇 但关于小勇的事 也只能到此为止 母女俩再次闹败了 回到家的清宇 因为情绪上头 对家里的一切都看不顺眼 好不容易收拾完了 阿哲又回来了 一进门就是随便扔鞋扔衣服 虽然嘴里一直在分享着自己的议题 但刚擦完的地板 也被她洒满了水子 刚收拾干净的沙发 被她当成了擦手巾 阿哲看着清宇脸色不对 于是立马讲了一个 今天刚听到的冷笑话 自己是哈哈大笑了起来 可清宇的愤怒之即将爆表 就在这时 沾满油的鲁鸡爪 又掉到了地毯上 顿时清宇的心也彻底死了 但不想因为自己 而影响阿哲心情的她 主动撤离了客厅 第二天趁没人 就打给了性感治疗师家臣 我试着跟她聊 可是都聊不久 感觉起来 她也不是很想跟我聊 但至少 你有想要改善 我觉得非常棒 受到表扬的阿哲 对自己又多了一些信心 但这种事也没有特效药 所以只能顺其自然 家臣顿时找到了 治疗客户的新思路 原来只要换个角度 男人们就更好治疗了 不过你要相信 做还是开心的 另外一半才会开心 在完美地结束了 曾经最难搞的客户治疗后 家臣心情甚好 突然前台告诉她 之前预约的清宇 突然说取消了 家臣害怕她有什么事 解决不了 就主动找了过来 反正也无人倾诉的清宇 就把妈妈的事 告诉了家臣 怎料家臣两眼放光 立马将清宇的妈妈 约了出来 两人一见如故 果然是志同道合的女人 然而就在家臣 准备替母女俩 解开心结时 突然一个球砸在了妈妈头上 只是自己还没说话 一旁的男人 就对着玩球的孩子 和母亲一变臭吧 你笑什么呀 对不起 好 现在所有人都被打扰到了 我真不知道 你这妈妈是怎么当的 现在是关你什么事啊 求是砸到你还是砸到我 你这个人莫名其妙 我为什么要骂妈妈 妈妈是圣人吗 妈妈不能有异味吗 你那么啰嗦 我敢没怪你 你妈没把你交好 你简直莫名其妙 我是在帮你们讲话 你现在要打电话 气急败坏的男人 被请出了餐厅 只是经历了这场闹剧之后 轻语好像突然懂妈妈了 父母也是人 难免会有做得不好的时候 此时终于肯面对这件事的妈妈 告诉了轻语 小勇确实很好 但要是真结婚了 两人之间的勾壳 对他只会是更长久的伤害 难道你不想要找个人 陪你一起变老 然后有人分担你的烦恼 互相照顾吗 妈妈语重心长地解释 曾经你的爸爸 也是一个很好的人 所有人都说自己有福气 可对于你的爸爸来说 他只想要一个完美的家庭主义 两个人生目标不一样的人 硬要在一起一辈子可能吗 但请你相信我 我也想当一个好妈妈 成为你的榜样 妈妈找到了小勇 希望她能找到了一个爱自己的人 然后正式地结束了这一切 回去的路上 轻语看出了妈妈的伤心 她知道妈妈也动了情 但爱真的不能抵挡现实的外难 所以她从来不愿给自己一个 可以被爱的机会 这天被迫去相亲的家臣 意外撞见了 美女老师被学生故意骚扰 一时忍耐 却换来了德村进士 目睹了这一切的家臣 被迫想起了高中最不堪的记忆 那一年 本以为只是同学间的正常打扰 怎料却在环球时 遭到了男孩的恶意侵犯 那时的她 叫天天不灵 叫弟弟不应 如今的她绝不愿袖手旁观 于是在女孩离开之后 你这次性骚扰 不要有位成年就什么都可以做 家臣追上了女孩 希望她把自己的名片交给男孩的父母 很快 男孩就成为了她的患者 只是还没开始 男孩一系列的动物 就让家臣伤透了脑筋 但她还是愿意成为 那个拉男孩一本的朋友 希望在她没有惹上更多麻烦之前 可男孩并不以为然 家臣只好好言相劝 如果你不跟我好好聊天的话 你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要来这边找我报道哦 这边 咱是我帮忙去 小孩就是小孩 惹上麻烦事的时候就知道后悔了 被迫结束的家臣 忽然在卫生间好像看到了前男友 虽然只是一晃而过的声音 但却令他又在意了起来 也许这就是家臣一直都一个人的原因嘛 就在这时 Z又打来了线上咨询 我努力地想要配合她 可是她好像都只看到我做不对的地方 每次都把我搞得很紧张 好像我做了什么又不合她的意义 不像现在我跟你讲话 反而轻松一点 这样不公平啦 跟不认识人讲话本来就比较没有包袱 高通老婆怎么比上班还难 你怎么可以把夫妻的感情跟上班比 家臣觉得她太放大太太的情绪 应该记住现在放松的感觉 然后去跟太太相处 又学到的阿哲 会如何让轻语放松呢 此时轻语的同事 也出了一个方案 一种让帅哥帮助放松的按摩 轻语都被惊呆了 于是一下班 同事就立马喊上了轻语 可根本没有胆子的轻语 哪敢体验帅哥按摩 但还是不由地陷入了一响 原来一切还真的是她的幻想 只是本来是按摩放松的 最后却搞了一身伤 结果刚到家 就又被玩得上头的老公给坐在了身上 这下真的是成了重伤 第二天 轻语拖着遍体鳞伤的身体 按时来治疗 可这身体根本就放松不再来 于是家臣带着她来泡温子 开启治疗的第一课 学会了解自己的身体 但轻语一见到陌生人 就不敢继续 可当她下意识去看别人身体时 顿时愣在了原地 那是一个得过乳腺爱的爱 如今早已没了胸骨 她告诉轻语 趁年轻一定要自信地弄 这一刻 轻语被她的话所激励 然后勇敢地跟自己的身体开始对话 也让她终于有了勇气 说出了自己的问题 知道了她的困境的家臣 承诺一定会帮她治好 就在这时 男孩打来了电话 原来年幼好色的她 本想体验成人的快乐 怎料真的被坏人骗了 无奈只能找家臣求助 家臣一接到消息 就赶到了酒店 假装送外卖给男孩 创造了逃跑的机会 但自己却陷入了困境 好在轻语有房廊喷雾 两人这才逃过了一劫 晚上回家时 阿哲帮轻语药 身体却不受控制 有了反应 就在她准备炒饭时 一想到轻语会不舒服 阿哲就停了下来 也许无性婚姻会很累 但两人正在一起努力 或许爱真的能抵万难呢 人意外发现了老婆的秘密 五年了 为了她才坚持的无性婚姻 如今来看 难道只有自己是受害者吗 几天前 照常接受治疗的轻语 被家臣带到了一个神秘的地方 一进门 老师就拿起一盆花 说着每个女人的小女孩 都像是一朵美丽且独日无二的花 最好的安慰 就是自己的双手 课堂上 老师用着露骨的话语 让每个女人都更了解了自己的小女孩 第一次参加这种课程的轻语 虽然有些尴尬 但也是第一次了解了自己 结束后 家臣送给她的一个礼物 吓得轻语直哆嗦 这我用不到 你自己留着了 这些东西是让你享受用的 你这个大女孩虽然不喜欢 但是说不定你这个小女孩 是喜欢的啊 在她的鼓励下 轻语接受了这个礼物 虽然加上 但这确实是现阶段治疗轻语的最好方法 她需要放下一切戒备好好了解自己 此时还一无所知的阿哲 正在家里激情的观战棒球比赛 等轻语一回来 她就把老婆好到身边 什么 叫出来 叫出来 哈 突然比赛进入到了白热化 阿哲将轻语视为了胜利女神 希望她能给自己支持的队伍带来好运 殊不知 此刻深藏秘密的轻语 心里慌得一批 就在这时 比赛结束了 阿哲因为胜利蛮力被增 直接扛起了老婆黄欢庆祝 怎料动作太大 包里的东西直接滚了出来 吓得轻语连忙趁她不注意扑了过去 然后迅速将她藏在了柜子里 结果还没喘口气 阿哲就冲了进来一顿乱翻 你在找什么 你在找按摩棒 什么 这 这已经不知道是太累了 怎么样 你看 我眼带又掉到这里了 你不是有一个那个 滚滚滚的那个吗 清语这才松了一口气 然后连忙帮她拿出了眼带按摩椅 看来这个东西是不能放家里了 第二天 清语直接将她带到了公司 怎料同事因为跟丈夫吵架 下班后非要拉着自己去捉奸 还擅自把阿哲叫了过来 帮她带孩子 虽然帮好友忙是没问题 但体贴的阿哲却顺手将自己的餐包给夺了过去 而里面就藏着清语的秘密 无奈之下 清语只能一边祈祷不被阿哲发现 一边陪着同事去抓人 结果人是找到了 但屋里并没有别的女人 谁也不嫌低头的夫妻俩 开始了翻旧账吵架 诺大的酒店里 全是他俩的吵架声 一旁的清语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直接一声大吼 这才打断了两人的对骂 此时正在顾孩子的阿哲 突然接起了一通工作电话 无聊的小孩 竟然揭穿了清语的秘密 等阿哲发现时 心都凉了半截 但也不能直接跟清语捅过 所以在他回来之前 又重新放了回去 清语回来后 疲惫地告诉阿哲 孩子今天要睡在这里了 他们夫妻俩还在吵架 但不知要跟孩子如何警示 阿哲选择了实话实说 并认真地给孩子解释着 大人们也会有情绪 有时候吵一吵也是很正常的 但清语却觉得 他的处事方法太直了 这样会给小孩带来伤害 看来夫妻俩除了无性婚姻 又多了一条教育分歧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未来不管任何事情 都一定不会隐瞒 无处可诉说的阿哲 再次打给了线上咨询师嘉诚 把两人的不一样 和老婆的秘密 给自己带来了伤害的事情 都说了出来 但嘉诚却认为 他的老婆隐藏秘密 并不一定是不祥 也有可能是因为别的原因 可阿哲根本就听不懂 嘉诚试图用患者的故事 启发他 怎料他却有了自己的见解 我懂啊 就是嘴巴说不要 身体很诚实 对吧 看来他并没有理解 嘉诚的意思 阿哲的虽然自己想通了 可当他回到家 正面撞破了清语的秘密时 心里还是产生了一些情绪 他们的无性婚姻 会因为这个秘密而终结吗 人意外发现丈夫去塑胶娃娃旅馆 心里彻底慌了 难道没有性的婚姻 就真的继续不下去吗 几天前 阿哲发现清语偷吃棒棒糖 就很震惊了 结果自己还争宠失败 这让本就新藏秘密的夫妻俩 再次产生了鸽 为了不让矛盾加大 清语主动交代了一切 但并没有告诉阿哲自己在接受治疗 只是说这种方式 可以让自己跟身体更熟悉 从而缓解无性婚姻的痛 阿哲知道真相后 这才松了一口气 其实我也可以帮你啊 就是我们 先从这样子 不对 可能这样 阿哲用着幽默的方式 让两人破除了尴尬 但尴尬的是 这一切都是清语的想象 他根本就不敢告诉阿哲原因 此时还在弃自己输给了棒棒糖的阿哲 站在家门口 也不愿进入 于是接受了同事的安利 独自去了一趟塑胶娃娃旅馆 这要是让清语知道的 夫妻俩又要闹矛盾 但这个世界就是可怕的要路 越想要隐瞒的东西 永远会被越早发现 清语还是在垃圾桶里 发现了娃娃旅馆消费的小票 夫妻俩这下都有了自己的小秘密 可秘密久了 可是会升级出更大的矛盾了 此时还义无所知的阿哲 再次打给了线上咨询师 怎么了 怎么不说话 嘉诚觉察到了他的情绪不对 于是主动搭话 阿哲像是来呛声一样 说嘉诚的咨询是错的 自己的老婆就是不想跟自己 但咨询建议也不是适用于任何人的 嘉诚坦诚地承认了 凡事都会有出错 阿哲又抛出了另一个问题 精神出轨算不算出轨 如果背着另一半跟塑胶娃娃算吗 他又没有生命 真的有灵魂伴侣存在吗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曾经遇到那个对的人 可惜 假象 那你觉得真的有另一个人 完全了解自己 灵魂伴侣不是等于满足你一切的意思 其实嘉诚也不知道什么才叫做正常 以前只觉得只要去沟通 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 但现在来看 他也不知道 看到这个世界上 还有另一个人跟自己一样迷茫 阿哲也算是感受到了安慰 但嘉诚却陷入了沉思 因为他接到了一个特格的客户 这天正在回复粉丝留言的嘉诚 发现了一条特别留言 这句话让嘉诚用专业的角度判斗 他一定是遇到了困难 于是立马留下了联系方式 很快 女孩就找上了门 夸张地打扮 和不羁的态度 令嘉诚更多了几分担忧 女孩是一个娱乐主播 靠脸和身材挣钱 但她跟别的主播不一样 她是真心喜欢 所以在遇到一个合适的搭档时 更多的是享受 可是久而久之 两人的身体虽然合拍 但在直播中 男人的力度会越来越大 导致女孩脖子上满是伤痕 其实 我也很享受 可是还是会害怕处事 也让她越来越害怕 嘉诚很理解 她能找到一个身体合拍的男人 会有依赖感 但伤痕又让她害怕 所以建议她先去医院验一下伤 我为什么要看医生 你那些伤痕就很明显困扰着你啊 我觉得 有可能 验伤报告会用得上 如果你的partner 让你感受到危险的话 我 我可以协助你报警 你到底懂不懂啊 女孩觉得她根本就不懂自己 于是果断选择了离开 嘉诚连忙拦住她 我的快乐就是建立在这些伤害上 如果你今天没有疑问的话 你为什么要站在这里啊 在一段关系里面不舒服 那都是 在不知不觉当中 累积起来的 等到你觉得有困扰的时候 那就已经很难回到原本舒服的状态了 她的话并没有令女孩回心转 看着女孩离去的背影 嘉诚也意识到了是自己太过激动 可是她是真的想帮女孩 几天后 女孩又重新开始了直播 只是在直播前 她竟然真的听了嘉诚的话 偷偷去验了伤 并把她藏了起来 然而意外也随之发生了 女孩在直播中昏迷被警方送医 接到这个消息的嘉诚 到底该如何帮她 此时另一个大男题清语 选择了跟阿哲摊牌 你是不是去了 哪里 见她不敢承认 清语只好把宣传页放在了桌上 夫妻俩终于摊牌了 但阿哲并不承认自己做了对不起清语的事 并反问起清语棒棒糖的事情 难道这就是你要的幸福吗 清语选择了沉默不语 爱情 真的会被婚姻消磨殆尽吗 我一定会改 我会尽全力地改 我不会不认错 这样可以吗 你也不要把我们的事跟别人讲 搞得我很不成熟 好像我不能自己解决 如果我真的不能满足你 那我们只剩一个选择 难道无信婚姻的终点 就只有离婚这一种结局吗 几天前 夫妻俩都发现了彼此的秘密 阿哲解释着自己确实 但什么也没做 清语也坦白了 自己是在做治疗 所以才会瞒着阿哲使用耐格 两人说开之后 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但当阿哲听到清语说 她已经做了好几个月的治疗时 心里很是愧疚 虽然两人的婚姻生活 确实有点状况 但她没有在一开始时就说出来 难道是自己不值得信任吗 此时并不了解阿哲 有这种感觉的清语 将和好的过程告诉了嘉诚 还把自己拒绝阿哲参与进来的事 也一起说了出来 嘉诚很是无语 她不明白 为什么清语不愿意抵开心扉 这种事情一旦说出 肯定会伤害我们彼此之间的感情 所以我怎么可能 简简单单地就说出来 人活着本来就是会伤害 一般关系好的情侣 都是透过吵架来沟通的 就在嘉诚给清语上课时 一个男孩冲进了店里 说自己丢了一个袋子 里面装了一件球衣 此时正在上菜的小盒 忽然脸色大扁 原来是她偷偷藏了起来 只因对球衣沾有汗水的味道 有一种特殊的品号 就私藏了客人的东西 换句话说 这就是偷窃 一旁的大山 一眼就发现了她的不对劲 本想当面对质 却被看穿一切的家臣拦了下来 你等她来今天时候再跟她说 大山听了劝 本想帮她隐瞒 将这件事糊弄过去 怎料第二天男孩又找了过来 说那件球衣是过世的教练送了 对她来说十分珍贵 无奈之下 两人必须要开诚布公了 小盒坦白了一切 但大山却更生气了 两人顺利将衣服还给男孩后 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但正是因为这次争吵 大山发现了自己的问题 也发现了小盒有自己想做的事 也有无法控制的事 所以因为争吵 两人反而有了更深度的沟通 感情也越来越深 而清语这边 为了不再藤藏欲梦 也接受了家臣的建议 准备邀请阿哲一起参与进来 怎料刚张口 阿哲就生气了 我要是有什么做不对的地方 或是你不能接受的事 你告诉我 我一定会改 我会尽全力地改 我不会不认错 这样可以吗 清语除了害怕他生死 更害怕他提离婚 但好在一切都是幻想 当阿哲听到了他的提议后 并没有生气 虽然内心是拒绝的 可是 可是治疗是他说 他希望 可以透过跟我们两个 面对面聊天的过程中 找出我们所有的问题 然后帮我们想办法解决 但听到线上咨询是说 人家都主动要解决问题 你为什么不愿意支持呢 你是不是害怕资商 就表示您真的有问题 原来阿哲拒绝的原因 竟然是这个 无法战胜内心恐惧的他 决定先拖着清语 直到这天 一个不敢跟女生说话的同事 为了就喜欢的网红 不仅勇敢报警 还贴心照顾了女孩好久 最后被女孩爱上 主动跑来告白时 同事的一番话 让他突然有了勇气 原来爱一个人 其实可以这么 我也希望我的另外一半 能为我做他 长而别做过事 阿哲决定跟清语一起面对 于是两人一起来到了家臣这里 熟悉的声音 瞬间让两人都认出了彼此 但并不能当着清语的面相认 于是快速地进入治疗 只是在沟通中 阿哲早已认定了家臣 是自己的灵魂蛋 看来事态要朝着 不可控的方向发展了 结束治疗后 两人刚出来 就被一个女人拦住问路 原来她也是来找家臣治疗了 阿哲很不可思议 但又有谁规定 老年人没有权利享受爱呢 就在家臣准备 下一位客人的咨询时 竟然在一楼偶遇了前男友 那个刚确认关系 就消失的男友 当初家臣还以为 自己过于青涩 台下跑了男友 无奈只能默认了被分手 如今再次相遇 家臣只想逃离 怎料却被男人突然喊住 今天忙完之后 要不要一起去 打个球 我可以 我手机号码换 那边留下 我跟你换 其实家臣一直都在等她 但现在真的遇到了 又不知道该如何面临 她只能在心里 一遍一遍地默认 不能说不得说 就在这时 前台跑来喊她下去治疗 家臣这才稳住情绪 新的客人是为阿姨 在丈夫死后 才选择了跟着心走 与藏在心里 多年的阿娟走在了一起 虽然年龄大了 但喜欢一个人 就想跟她亲戚 这才来转家臣帮忙 家臣被她的爱情打动了 为了更有效的治疗 让她将阿娟一起带了过来 其实这个年龄 他们才真正地 开始了自己的人生 所以他们的需求 其实很简单 家臣觉得他们 根本不需要治疗 只需要做一个小测试即可 喜欢爬山还是看电影 看电影 爬山 学你这样不行 要都出去外面走动走动 身体才会好 好哦 第二题 生日喜欢吃餐厅 还是在家煮 餐厅 看着不默契 但又互相迁就的两人 家臣建议早上陪她爬山 傍晚一起做饭 道理很简单 但最重要的是 任何人都有享受爱的权利 这也是家臣愿意 为这个事业奉献一切的原因 但父亲却十分反对 尽管家臣在孝顺 也抵挡不住父亲一样的眼光 更抵不住她催婚催生的唠叨 所以只能在她生日这天 主动离开 此时正在完成 家臣布置的功课的亲与夫妻 为了找到对方的三个敏感带 为后续的实战做铺垫 两人从一开始的尴尬 到现在的一通乱友 彻底解放了天性 并且成功完成了任务 用冰淇淋 抹在对方的敏感带 然后任何地方都可以 再用舌头把它舔干净 我找到对不对 大家推开资商式的门 都是带着一百分的勇气 都很勇敢面对自己的独特 什么治疗师的我 我也很好吃 嗯 也一定可以的 这次是要鼓励自己的家臣 决定去直面前男友 将一切都问清楚 怎料刚开始 就被撒了一身酒 男人急忙一边道歉 一边帮家臣擦拭 对不起 是指哪一件事啊 男人呆住了 他敢将自己的无能秘密 告诉家臣吗 我觉得你 应该不是能不能逛进去的问题 而是 人的问题吗 清语好像真的被家臣说中了 原来他一直无法和阿哲进行夫妻生活 竟然是因为曾经怀过一个海 几天前 一起接受了初期治疗的两人 都觉得效果显著 于是家臣开始了第二阶段的身体练习 怎料刚才还嬉笑打闹的两人 顿时手足无措起来 随着阿哲触碰到腹部开始 清语的情绪就越来越崩溃 向腹部前进 腹部是我们的感觉中心 我们有很多的感受 都是从这边 生长出来的 无奈之下 家臣只能介入 将她安抚了下来 虽然有些累 但清语还是坚持了下来 只是回来之后 看着美于夫妻虽然常常吵闹 但两人至少没有 秘密完全坦诚的状态 清语很是羡慕 但她真的张不开口 向阿哲坦白一切 第二天 还想再努力一下的清语 按照家臣的方法 自己在家里练习着 却突然被心魔吓回了现实 顿时惊恐不已 于是等到阿哲一回来 她就传达了自己 不想继续治疗的消息 你是认真的吗 我们才刚开始 只是不想爱你强迫你 但你不会担心 我们小孩太晚生吗 一讨论到孩子 清语就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阿哲磕磕巴巴地解释着 是因为去了觉得有效果 所以不想就这么半途而飞 但清语已经决定了 以后不再去治疗 让两人的问题顺其自然 被迫接受的阿哲 心里很不痛快 于是第二天就找到了家臣 希望他能告诉自己 到底该怎么去配合或者让步 你就是一直在那边 让步在配合 那你到底有没有真的 想要去试着了解他的想法 阿哲懵了 因为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治疗师 家臣亲自找到了清语 但并不是为了逼他回去治疗 而是想作为朋友 听一听他的烦恼 对此清语很是感谢 但还是决定不治疗了 也许这些都是报应吧 晚上回到家后 清语躺在阿哲的怀里 能拥有一个如此爱自己的账目 清语是很感激的 但他真的不想因为想要孩子而去治疗 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一直藏了一个秘密 而这个秘密 他至今也说不出 于是为了弥补阿哲 清语做了一个决定 继续接受家臣的治疗 事情应该就会过去吧 重新接受治疗的清语 被家臣布置了一个新作业 改写脚本 就是把晚上的夫妻生活改到早上 打破惯性才能有新发现 两人顿时有了性质 只是他们前脚刚离开 家臣就接到了被开除的情形 只因自己跟清语是同学关系 违反了双重关系原子 就被直接砍了 愤愤不平的家臣 找到了学姐 我只是在想 如果我们真的想要绑住人的话 我们有必要这样被绑住吗 我不管是制度的问题 还是人的问题 重点是你想清楚了没有 你是想要治疗个案 还是想要证明自己 可以治疗个案 能力强跟逞强 它就是一线之格 不许你觉得 你自己受伤无所谓 可是我要提醒你 你这样做 有时候可能会伤到身边的人 家臣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于是只能乖乖听学姐的话 放慢脚步 就在这时 一无所知的清语 突然给家臣发来了约饭的邀请 你怎么会突然想要约四人饭局啊 你不是说 如果我们早点成为朋友 你就会知道 爱是需要练习的 你帮我找到勇敢 那我要来看看 你有没有好好练习爱人呢 就这样 四人不仅组成了饭局 还一起开启了路影 虽然是雨天 但别有一番风味 为了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 家臣跟阿哲组成了一对 不择搭帐篷 清语和季华一对 不择制作料理 四人合作的可谓是有趣又默契 很快就到了晚上 季华一找到机会 就向阿哲请教了起来 你结婚那么久 是怎么保持这种稳定的关系 想干嘛 你想干嘛 被看穿心思的计划 确实是想跟家臣结婚 但两人的关系一直都不太稳定 所以才想要找阿哲取取经 季华像是被点醒了一样 于是直接找到了家臣 邀请他一起开启夜间探险 家臣没有拒绝 两人就这么拿着手电筒 一直走到了树林深处 闲聊中 家臣表示自己很羡慕清语和阿哲 季华便顺势提出了结婚的话题 怎料家臣直接愣在了原地 我们可以先结婚 然后再生小孩 步入下一个阶段 婚后的生活 有小孩的体验 这些都是全心未知的世界 我保证 嫁给我之后 我一定不会再让你无聊 家臣犹豫了 想起学姐告诉自己 如果心中有疑虑 就不要做决定 要不然会伤害到别人 所以在心里不确定 自己到底爱不爱计划时 家臣选择了拒绝 此时留在帐篷里的轻语夫妻 也开始了夜间不息 也许是因为环境带来的刺激感 轻语夫妇五年了 终于结束了无性婚姻 孩子不是你一个人的 对不起 我自己也不好说 我也不好说 对 应该是我跟你道歉吧 对不起 我让你觉得 我没有办法承担这一切 对不起 我让你一个人面对了 对不起 我让你觉得我们两个 没有办法一起养小孩 我让你隐瞒到现在 才跟我说这些事情 不是这样 阿哲彻底崩溃了 他怎么也不愿相信 心里是故意留掉孩子的 昨天才终于成为 正常夫妻的两人 还没来得及 好好享受这份愉悦 就遇到了一对夫妻求救 出于本能的善良 让两人果断放弃了二人世界 陪着他们一起来到了医院 见证了一个新生命的诞生 结束后 阿哲浑身还在发抖 你为什么这么冷静 你是不是偷生过 我说八道 虽然嘴上否认 但看着阿哲 对新生命的喜欢与渴望 轻语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一旁的阿哲 不仅丝毫没有注意到 轻语的变化 回到家 还在不停地畅想 两人有孩子会是怎么样 终于忍无可忍的轻语 故意转移了话 你觉得今天那对夫妻 可以成为好爸吗 可以吧 那个老公 感觉蛮爱他老婆的 而且他今天很紧张 但是夫妻感情好 不代表他们就是 可以成为好爸 阿哲同意轻语的观点 但毕竟也不认识他们 所以这种事情 也不太好判断 只要以后两人 能作为一个合格的妇女就行 怎料轻语突然激动了起来 那万一到时候 我们做不好呢 孩子生了要怎么负责 老婆 不要一直这样庸人自扰 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出现 你就被困在这里 那我们要怎么往下谈下去呢 那就不要谈了 反正你也不懂 那小事 不懂我又不懂什么 阿哲很是不解 明明昨天那么好 完全可以对生孩子有计划 虽然不确定自己会成为一个好父母 但谁扔下来就是当父母的吧 一切都是可以学习的 就在他试图缓解气氛时 轻语却说出了一个爆炸消息 原来轻语之前怀过一个孩子 因为害怕成为不了一个合格的母亲 就故意不把医嘱当回事 最终如他所变 孩子没了 但自始至终阿哲都不知道这件事 竟然应该有松了一口气的灵局 我不能原谅 那个松了一口气的自己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 轻语才没办法过夫妻生活 本以为找了治疗师 一切都会好起来 但现在看来 还是要说出来才能走下一步 如今知道了一切的阿哲 犹如被雷劈了一般 他是那么渴望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而自己最爱的老婆 竟然瞒着自己毁掉了他 这一刻阿哲不怪轻语 他只怪自己给不了轻语安全感 才会让他觉得自己成为不了一个好丈夫 成为不了一个好父亲 我们到底算什么 我们到底在 在做什么 老狗 我们 我们一起 一起 一起什么 你只在乎你自己 阿哲失望地离开了家 然后找到了嘉诚 质问着他是否知道 轻语怀过孩子的事情 嘉诚其实并不知道 但看着阿哲被情绪操控 他还是努力地想要让他先镇静下来 怎料阿哲已经完全不说空 满口都是轻语骗了自己 他骗了你又怎样呢 你有跟他说我们早就认识了吗 我知道听见你给我们的意见 每一个都认真做 我相信你 结果呢 所以你是希望把问题怪在我头上吗 不是 其实我来 只是希望有人可以站在我这边 阿哲伤心地离开了治疗室 觉察到不对劲的嘉诚 急忙赶来亲女家 只想在他最痛苦的时候陪着他 丝毫没有在意 自己已经被开除的悲伤 此时的陷入自我怀疑的阿哲 只能呼叫同事陪自己 用酒精麻痹自己 只要能暂时忘掉这一切怎么都行 另一边 计划来找嘉诚时 才知道他被开除的事情 同事知道他是真心爱嘉诚的 所以故意暗示着他 嘉诚看似很聪明 其实是最傻的 想帮人时什么都不管 但有时候 他也需要有人帮他一把 计划立马给嘉诚打去了电话 但差点被清云误会 看着嘉诚果断挂掉电话的样子 才知道两人也出了问题 到了深夜 睡不着的清云 害怕阿哲冷静下来之后 会不需要自己 心里很是害怕 一旁的嘉诚安慰着他 可以先把这件事放着 让自己打起精神再做决定 我可以理解你 为什么不想要小孩 但我也可以理解他 为什么想要小孩 如果你想清楚的话 真的不可以配合人家 那就不要耽误他 你知道 在犹豫不决的状况之下 做决定 通常会蛮伤人的 清云很是疑惑 明明刚才你还在劝我 把他追回来 现在怎么又劝我放手 嘉诚解释着 后者是自己会选择的方式 怎样这句话 彻底激怒了清云 感觉如果不按照嘉诚的建议 自己就会变成一个 很糟糕很自私的人 这种无形的压力 让清云喘不过气来 嘉诚觉察到自己的 好一杯雾雾后 果断选择了离开 深夜里 他独自在居酒屋喝酒 突然季华找了过来 嘉诚就趁机把话都说清楚了 他告诉了季华 自己并不想结婚 当阿诚决定的事情 天塌下来都无法改变了 我们这些人 就都只能听你说的话吗 季华的离开 阿哲的失望 清云的不惨 这一刻嘉诚对自己产生了质疑 我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 我们离婚吧 有时候 两个好人就是无法好好的在一起 自从流产事件发生后 阿哲就选择了目视清云的一切 就连老婆主动找过来 都不带正眼瞧一下 无奈之下 清云只能独自回家 但他害怕一停下来 就会忍不住胡思乱想 于是一整夜都在打扫卫生中度过 直到将自己累到昏睡过去 突然一个惊醒 就连忙去查看手机 但阿哲依旧是已毒不回 清云知道都怪自己 于是为了哄好阿哲 又主动来到了公司给他送午餐 但阿哲只是一句等下再吃 就略过了关心自己的清云 伤心的清云 只想快速逃离这里 但看到他坐上了电梯 为了不惹人心烦 就默默地走起了楼梯 此时意识到自己太过分的阿哲 急忙重新坐上电梯 怎料突然遇上停电 电梯直接卡在了中间 而正要离开的清云 听到阿哲被困在电梯后 就立马冲到了他所在的楼层 对 然后用尽力气呼喊着他 因为只有他知道 阿哲患有严重的幽病 所以为了安抚他 清云放弃了音乐 这一刻 阿哲才终于开口和清云说话 门外的清云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我知道我很故意 但我就是不想见你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你 我觉得我的人生被剥夺 我想自己消化这个情绪 跟着我消化不了 清云也在不停地道歉 但这一刻他只希望阿哲能好好的 终于阿哲被救了出来 我叫林苏泽 我叫宋清云 夫妻俩一起回到了曾经对未来的码码幻想 如今却冰冰冷冷的家 你一定会是个好爸爸 我不会再打电动 你就不要那么累 你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 我们会很幸福 清云突然提议出来抖走 阿哲没有拒绝 两人手牵着手 走在了曾经只有清云走过的小路 而曾经一直窝在家里打电动的阿哲 突然意识到 以后应该要多出来走 谈谈心 但其实两人都知道 变了就是变了 永远都归不去了 阿哲望着窗边的醒来 突然眼泪止不住地流 如果有一个人要先开口 那就我先说 但却被清云给拦了下来 他抚摸着痛哭流涕的阿哲 感谢着他 一直爱自己到现在 但是很对不起 自己给不了他想要的生活 所以主动提出了离婚 阿哲没有挽留 两人的婚姻到此结束了 此时还想挽留一下家臣的计划 最终还是没有听到自己想听的答案 家臣承认了自己不会爱人 所以也不想耽误计划 两人兜兜转转 又再次奔向了没有对方的世界 而离婚后的清云 也想开了很多 妈妈看着她眼睛竟然没有哭住 很是欣慰 我知道你一定会顶嘴 但我还是要提醒 你知道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来找我吧 清云默默地点着头 虽然妈妈是离婚前辈 也不是一个好母亲 但她还是开导着清云 再怎么好的人 也会在别人的故事里成为坏人 有时候两个好人 就是没办法好好地在一起 可是你千万不要因为这样 就否定自己 觉得自己很坏 不值得被爱 在某一天 你会突然开始觉得痛 难过会在你不知道的地方冒出来 提醒你要觉得心动 相爱的两人 最后只能分道扬镳 清云比谁都知道有多痛 看着阿哲的东西 一点一点地从这个家里消失 那种心痛无药可救 临走前的阿哲 也专门留下了一封信 她终于找到了当初 清云想要找到的悠悠卡 只是现在才知道 原来她是害怕两人之间的回忆 一个个渐渐忘掉 才非要找到 如今的清云都想通 她要去自己想去的地方 做自己想做的事 临走前 她跟家臣和好 还暖暖地抱着呢 你说 你不懂得去爱 可是你知道吗 在对你治疗这段过程中 我感受到满满的爱 嘉诚被深深地治愈到了 在清云走后 她开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工作室 然后跟曾经的患者 都成为了好朋友 最不可思议的是 她的第一位客人 竟然是自己的爸爸妈妈 阿哲也创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嘉诚第一个来捧场 曾经是客户 现在是朋友 所有人都找到了 自己想做的事